我以为潘金莲已经天下无敌 没想到有人比她还勇猛 男子结婚16年 发现三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 最后反倒被老婆倒打一盘 来我们先看视频 男人崩溃的 不是孩子 不是自己的 是自己16年以来一直被骗 最后还成了男人的错了 血缘关系不重要 那你为什么不去帮别人养孩子呢 这种女人 我都不知道她怎么活到今天的 三个孩子都不是亲生的 搞不好三个孩子都不是同一个点 我发现有些女人还在评论区 为这个女的说话 我说实话 你要真觉得这个女的没错 那我只能说你跟这个女的是一样的 在此希望这位大哥能拿起法律的武器 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种女人 我劝你们不要跟她讲道理 没用 你跟她讲道理 她反咬你一口 狗咬你 不要去咬狗 用砖头肠 呵呵 跟她说的